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谦虚的说法 但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唐诗义的回应方式 如果唐诗义不想去余文文组 那么他甚至都不必明说 只需顺住余文文的问题稍作质疑 表现出有难度的样子 余文文就会另选旁人 可唐诗义并没有那样做 而是用了一句不跑调 来隐会表达自己愿意入伙的意愿 唐诗义这样做 既能让余文文听懂 又不会给余文文制造压力 与那些非要和谁谁谁在一起的情感绑架相比 唐诗义的回应方式令双方都感到轻松 再来看余文文和留恋 如果说唐诗义送给余文文的秋波是直达的话 那么余文文给到留恋的秋波则是经过中转的 前文说了 留恋是余文文的第二选择 但他表示要考虑一下 留恋当时的想法是 甭管去哪一组 最好是能同事装下他和赵梦 有镜头显示 留恋似乎也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了余文文 所以才有了后来余文文两部茅庐 邀赵梦入伙 为了得到留恋 就要先得到留恋想要得到的赵梦 余文文在留恋的身上可谓是爱屋即屋 如果这四个人之间有一条食物链的话 那么站在顶端的是赵梦 其次是留恋 第三才是余文文 最后是唐诗义 越美 越强的 越惨 最终 余文文 唐诗义 留恋 赵梦和张强组成了一对 这个队有两个共同点 首先是他们都不喜欢勉强别人 余文文守攻阿萨 见阿萨似乎并未对他有什么独钟 便立刻退出 包括他后来征求其他人的意愿 也基本上秉持了愿意处就处 不愿意处拉倒的玛丽风格 赵梦 原本一属谭维维 但看到对方并无意愿之后 便失去的跟余文文走了 最洒脱的就是张强 张强可以说是本届浪姐最佛系的一个 去哪都行 反正肯定会有我一个位置 这种不喜欢勉强别人的性格 背后是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我跟随意组都无所谓 那是因为我强 我不需要抱大腿 同时 一群不喜欢勉强别人的人聚在一起 也让他们的相处变得轻松加愉快 唐诗义给张强讲解战术的这一幕 像极乐宫斗剧里的小宫女在哄太后老佛爷开心 全员都很有综艺感 是这个组的另一个共同点 突袭训练是这个栏目本来挺没意思的 但是第六七特别好看 就是因为有了余文问 留恋 赵梦再加上张天爱和黄小蕾 当然 这个组最大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在浪姐开拨前的知名度普遍很低 二宫个人喜爱杜家总 他们在新成立的五支队伍里面排到数第一 使得他们在三宫时的前景令人担忧 不过 这只有过气王者 小透明和半透明组成的队 依然是我在三宫里面唯一的期待 因为他们够美够强也够惨 因为他们没资格躺赢更不屑于躺赢 余文问和留恋 是本届浪姐的一株双生花 在宁静账下 余文问从不受待见的队长迅速变成最受以重的队长 而在那阴账下 留恋则是本该最受以重的队长 却一直不受重视 三宫 是这对双生花的第一次合体 也是最后一次合体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